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來到青衣舞動的公園大廈15樓 這裡有一間車行 它專門維修一些高強的電單車 例如我身後的R6 甚至乎其他更高強的電單車 這位好朋友輝洋 他很久以前小時候很喜歡車 他和他老婆建立了這間公司 其實認識輝洋之前 我認識他老婆 他老婆做化妝 我們以前跑攝影時 就是我攝影她做化妝 這位朋友就是阿Wing 這位攝影鏡 輝洋為何你這麼喜歡電單車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 十五六歲的時候 去到一間公司做 那時認識了一個美國人 那個美國人是我的維修師傅 他叫David Sadusky 他教我們基本的電單車維修方向 怎樣設定和炸 是 在這裏我都對電單車都有少許認知 其實阿輝洋在他自己的公司 都有跟人設定車 跟車手怎樣調教車 阿輝洋不如你講解一下這裏 有哪一兩樣東西 就比較特別少少 我們做比較多的就是 避震維修 避震的設置 以及引擎的維修 都有用電腦和人設定車 為何要用電腦設定車 因為現在我們前幾年開始歐盟四期 現在夏年好像開始歐盟五期 現在的車特別多感應器 他壞了些甚麼他不會告訴你 你一定要插電腦下去 得到他的資訊 你才可以維修 其實引擎裏面都有很多背景 各位朋友 如果你那部高強的車 甚至乎平民的車都好 其實都可以找這位朋友 去幫忙設置車 務求大家都安全一點 另外一件事 知道這裏 其實有另一個賣點 就是其實一部電單車 那支避震很重要 阿輝洋 不如跟我們的朋友講解一下 避震有多麼重要 如果是比較大馬力少少的車 或者重型少少的車 避震對你駕駛者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一般出廠的電單車 他們可能 全世界的體重 正常男士的體重 可能是160到180磅 那他們出廠的時候 這部車的彈弓設定 就是給那班人去使用 如果我們亞洲人 比較細小小小的身形 這些彈弓或者這些避震 會對我們來說 是比較硬身小小的 所以我們盡可能 就是更改它本身原廠出來的設定 換一些更加適合的油壓 更加適合的彈弓給客戶 令他駕駛得比較安全 是的 至於電單車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就不多說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現在就拍一拍輝陽 怎樣設置車 我們也拍一些畫面 給大家欣賞一下 官員論點 阿輝陽 謝謝你今天 謝謝你 今天想上鏡 阿輝陽 跟我們的朋友說少少東西 好 我們下集見